小卷 中卷 套Q 泡管到底要怎麼分辨呢 讓專家說給你聽 那他們其實都可以稱呼叫做鎖管 他有什麼性啊 各位剛剛有問到 他如果有燈光照他就會怎樣 把他吸引過來 第一次摸到小卷 小朋友們好興奮 除了分辨小卷特性 還認識小卷的身體構造 再來材料有蒜頭 然後蔥 高麗菜放進去 從認識眼睛 身體構造到如何上餐桌 課堂上用餘會的講師們親自示範料理 那我們再拌一下 清洗好的小卷爆香清炒 搭配蠔油 醬油放入高麗菜 黃麵條下去拌炒 一整鍋的小卷炒麵 簡單料理就可以美味上桌 今天的桌腳是小卷 妳曾經吃過 沒有 那感覺怎麼樣 很好吃的樣子 今天上了做墨魚炒麵的課 我覺得很新鮮 因為第一次看過這麼特別的料理 我覺得很有趣 我回家想要做給爸爸媽媽吃 因為其實我們台灣四面黃海 但是小朋友其實對海洋 對漁民的生活什麼都 其實都 其實都滿陌生的 對 然後今天我看他們反應都很好 就是看到那個小卷啊 透透還有老師們 介紹了這些生物他們的構造啊 然後甚至還你們還請人來料理啊 所以他們就是各種感官上面的那些 就是學習這樣 對喔 這真的是 我覺得 基隆區這個 漁會這個活動 真的很有誠意 竟用食魚環島列車 來到新北新興國校 不但帶來食魚教育課程 教導小朋友認識台灣漁業 分辨小卷 鯨魚捕捞技術 還將食魚列車開進校園 讓孩子們可以開心的品嚐 新鮮又美味的小卷炒麵 我學到如何分辨魚的品種 還有 然後怎麼釣小卷的方法 就是怎麼分辨花青雲和白 白夫妻 白夫妻 還有呢 都管你 然後學到怎麼捕捉 那今天我們是透過一些 簡單的影片 漁具漁法的簡單介紹 還有我們的天才小釣手的 預教娛樂活動 帶給我們的同學啊 學生一些簡單的食魚經驗 和教育的教育意義 那也讓他們有 直接可以看到現場 主食的一個狀況 那去瞭解我們這個小卷的一生 也瞭解我們怎麼分辨這些投足類 基隆區議會食魚環島列車 開進新北淡水校園 帶來新鮮的小卷炒麵 讓孩子們從課堂中 認識小卷 品嘗道地的小卷炒麵 讓台灣食魚教育 從小炸根 記者蔡小鈞兒 記者黃瘦明 採訪報導 新鮮國小讚不讚 讚